什麼會影響空調的使用期限呢? 就讓早氣防護專家來告訴你 假如家中排水系統沒有妥善規劃 空調的使用期限會因為早氣侵蝕而受影響 那是什麼原因造成早氣侵蝕呢? 早氣主要是由二氧化碳、甲碗、硫化氫等氣體組成 其中硫化氫會造成機具及銅管受侵蝕 而早氣會從很多地方產生 其中家庭污水產生的早氣是侵蝕家中空調的主要來源 在家中污水會沿著管道排放之化氛池及下水道 接著在化氛池及下水道中的污水會因沉積而產生早氣 早氣沿管道進入家中空調系統 空調受早氣侵蝕 進而影響使用期限 那有什麼解決方法呢? 那就馬上升級核連R32 SL系列空調吧! 使用核連R32一級變平高效早氣防護2.0 SL系列空調 突破以往早氣防護技術 全新塗裝技術抗早氣塗層 早氣防護2.0 市面上空調受早氣侵蝕最嚴重的地方多為U管處 而核連SL系列空調針對U管處進行最高防藻侵蝕處理 我們在箱中放入防藻塗層孔管 經過連續120小時的酸性鹽霧實驗測試 測試後表面無起泡脫落 全新塗層加後防腐性能再提升30% 馬上使用核連R32一級變平高效早氣防護2.0 SL系列空調 保護效果看得見 核連